外交部大廳 已经不见宏都拉斯的国旗 宏都拉斯宣告断交 中华民国邦交国再简一 一脸不耐烦 还反抢记者问题要一个一个问 但是终究得面临这个结果 台湾时间26号早上8点 宏都拉斯透过官方推特 抢先台湾一个小时宣布断交 声明中更承认一个中国 同意不再与台湾建立任何官方关系 或往来 外交部则是八点三十二分 宣布将召开记者会九点半 正式宣布与宏都拉斯断交 我国祝宏大使也早在二十三号 就被召回 显然断交 早晨定局 連問題都还没问完 吴钊燮就撇嘴猛甩头 到底是装傻还是不想听 美国是不是已经无力护盘 甚至还要记者自己去问 蔡政府执政时期失去九个邦交国 光在吴钊燮任内就断了七个 被牺牲是短交部长 吴钊燮发下豪雨说会负责 但是位置还是坐得稳稳的 有关于我个人政治责任的问题 我相信跟我相处过的 我的长官 我的同仁都知道 我认真和负责的态度 有任何的责任的话 我绝对不会回避 跟这个立陶宛发展一个非官方的关系 把价码炒到十二亿美金 这个完全是自己人为操作的错误 断交断到现在还不愿意辞职的 这种政治独徒 才在真正为坏中华民国的邦交关系 所以在这边郑重的呼吁 吴钊燮你下台吧 有余力在记者会上耍嘴皮子 但面对接连失去的友邦 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该不该负起政治责任下台 吴钊燮自己最清楚 记者彭颖德 蔡品宏 台北中央报道 好 如果有些睡眠问题的话 可以来试试看 我们往往推出的这个梦梦水 睡前三十分钟喝上一包 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 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这个地方 有我们QR Call 扫描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 这里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 邀请大家多多支持